日本F-15战机距离基地5000米位置失踪 坠机 探讨 究竟什么原因 1月31日晚 防卫省宣布一架从航空自卫队小松空军基地起飞离岸训练的F-15战机失踪 目前正在寻找飞机坠海的可能性 F-15是一款比较老旧的空优战机 据说 即没有一磅重量用于对地攻击 第一种贯彻博伊德的能量机动设计思想的战斗机 其空战格斗性能非常优秀 长度19.44米 翼展13.03米 高度5.68米 机翼面积56.5平方米 空重12973公斤 最大速度2.5马赫 学航0.95马赫 实用声线2万米 航程5740千米 作战半径1965千米 能挂载美空军各型空投炸弹与导弹 其首飞时间为1972年7月27日 服役时间为1976年1月9日 比大部分读者的年龄都要大 日本三菱重工已获授权生产 装备有F-15G 165架 折损8架 F-15DJ 48架 折损3架 报道中提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 是距离基地5000米时在雷达屏幕上失具信号 这有几种可能 一种当然是坠毁 这很正常 毕竟日本之前就已经折损11架 另一种则是叛逃 从小松基地到韩国釜山也就600多千米 学航半个小时即可到达 假如已贴近海面几米处飞行的话 陆基雷达还真很难发现 不过向韩国叛逃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到俄罗斯海深崴 大约850千米 尽管坠毁的可能性更大 但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